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看了 你当真要跟着我一同去寻博旋 当然 行 不过我也不能白白带着你 你总要为我们的寻人任务 出一点小小的力量吧 你灵力 这里没认识我的对手 不是让你打架 那你要我做什么 商君可知道寻人踪迹最要紧的是什么 先走 不对 灵珠 你想让我帮你赚取灵珠 前面有个偏僻之地 半个时辰后我们在那会面 那你去哪 你不会又要跑下我了吧 半个时辰后见 我以为你又要跑了 不会 说好了一起走的 我还得靠你赚灵珠呢 我有办法 挣多少都行 走 商君怕是不知道吧 你光一个背影就能在仙界卖上二十个上品灵珠 这半个三界的女军可都是您的群下之臣 您这般招摇 怕是还没转到灵珠 这整个妖界便知道北海上军来了 那咱们也不能走这样的小路啊 这儿便能转到灵珠 怎么转 稍等我片刻 真是新武将军 新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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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 新武将军 新武将军 看着我 别跑啊 你别跑啊 新武将军 新武将军 别碰我 我不是新武 新武将军 新武将军 别跑啊 你过来啦 别过来啦 你 这妖界女军 果然豪爽又大方 拜见母神 来了 坐 正好 这是凤族挑选出来的秘书 你挑两本 回去好好学学 好 这 复生给我的金龙爵 我都还没学完呢 这凤族的秘书 要不 要不 你还是让二哥学去 你二哥可比你长进得多 他三百年 便已修炼完成 那二哥是凤 他当然要学了 母神问你 那日 那日 你父神生着羊儿的气 我便不好多问 在大泽府 后池真的一招伤了紫园 部下尽致 引下天雷 就是他 拿天雷劈我 害得我颜面扫地 母神 你不会还关心他吧 那您若是想问 自己去庆池光问他便是 何必来问我 母神是关心你 才会这么问他 他当真 他当真拦住了我的凤与扇 在紫园身上 布下了禁制 是他出手又如何 那个后池 指不定是使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法术 不然 以他的灵脉 怎么可能突然有 那么强的灵力 此事确实有些蹊跷 母神一定会好好查 不会让你白白受了 这份委屈 这不是母神最真爱的法器 鱼化散吗 鱼化散 和凤与扇的威力相同 但是它能使修炼之人 吸收天地灵气 对于修炼大有必义 我将它赠予你 希望我儿 可以好好修炼 早日晋升神位 多谢母神 这下我肯定不会让母神说 多谢母神